哪些手面向的人很会应付突发状况 对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 跟这些手面向的人在一起 你会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因为它可以举一反三 把这个尴尬全部化解掉 那么来看一下 有哪些人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第一个的话 你的手向有没有一个机智纹 这个机智纹长怎样呢 先看一下 就是你有同时两条的智慧线 如果你的智慧线有两条 而且又长到这个手刀的部分 这个侧边叫月丘 如果你有两条 然后又可以长到这个月丘 或者是你只有一条 可是你的长度也有长到这个月丘 你也有沾上边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样的人思路比较敏捷一点 而且他机智过人 例如说今天遇到一个可能他讲错话 或是可能或是这个环境 可能有一些话可能有点尴尬 他呢就会把他可能讲错的话 再把他圆回来打圆场 所以这样的人真的是他讲话 可以打圆场之外呢 他也很容易说服别人 例如说可能在这个环境 可能有人说 你这产品根本就不好用啊 但是如果他是个业务员 他就会把活的 把死的讲成活的 然后活的呢更灵活 会觉得说你非买不可 他就属于这种逻辑性很强的 可以把所有的逻辑呢 串在一起 A跟B不相干的 他也可以把他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天生就很有这样的智慧 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好 很能够呢 临场的应变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机井的纹路 一个是机智 就是很有聪明的才华 逻辑很好 第二个机井就是说呢 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呢 他也可以处理得很好 转为为安 这样的首相呢 就是智慧线跟生命线的起点 一定要黏在一起 然后他的末端呢 要有分叉的线 尤其呢 这个分叉呢 要分叉到所谓的第二火星丘 那这个地方呢 大概就是在我们 接近首晚线的位置上 像这样的一个机井的纹路呢 代表说他反应呢 是非常的快 其实这样的人呢 也是比较善变一点的 什么叫善变呢 例如说见人说人话 见鬼呢 当然要说鬼话了 例如说有时候 遇到一个场合呢 可能他的政治倾向可能不同 颜色不同 但是呢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 因为他如果他知道说 他讲了某个政党不好 可是这个环境都是这个政党的人 他一定会说 我觉得这政党真的太棒了 太好了 一定国家一定很有未来 之类的话 他呢就会见风转舵 那像这样的人呢 他也会很灵巧 例如说他知道说这个情况 然后当下有一些危险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讲一些危险的话 让自己呢变成是一个 人人都讨厌的人 所以他会变成说 讲一些话呢 让大家都会喜欢他 然后跟他在一起的场合呢 都不会有尴尬的地方 所以他是非常的有激情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哦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聪慧相 就是说如果你的脸相呢 长得比较这样的话 表示说 你个性呢比较聪慧 那看一下耳朵 如果耳朵呢比较大 然后呢耳朵有点往上提 往上提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耳朵如果高于眉毛 如果你耳朵呢比眼角 眼尾还低的话 就耳朵太低 像我们的异祥呢 他的耳朵就有点往上提 然后阿姆也有 都是比较高的往上提的 我们的佩佩也有 佩佩也有 就比较聪明 比较聪明 例如说可能今天演一个状况剧啊 他们可以马上就接到台词 就是耳朵就是往上提的 而且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是什么 例如今天在一个社会当中 一个环境当中 大家可能都在说某一个人的坏话 可是像这样的耳朵的人 他觉得说 为什么大家都要说他坏话 他真的有那么坏吗 他的内心当中会先起一个问号 他不会先去跟着大家说 这个人就是不好啦 这个人就讨厌啊 如何如何 他不会 他一定会先用他自己的智慧判断 可能他表面会先附和一下 但是他会先观察 但有一些没有智慧的人呢 他可能就是一附和然后就跟着大家一面倒 去讨厌这个人 可是这个人不会 他会用智慧去判断说 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然后他永远呢都会去 因为像这样的人呢 他因为他有一个很大气的一种哑量 跟心量 所以呢他也会知人善用 例如说他会看一个远界嘛 例如说这个人可能大家都说他不好 可是呢他看到他的好处 跟他交往之后 他会发现说 他跟他变成好朋友 可能变成闺蜜之后可能将来可能会共创一个很好的事业 然后一起赚钱 所以是知人善用型的 那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比较理性一点的 什么叫理性的脸像 介绍一下 就是眼睛呢比较细长一点 逸祥跟阿虎都有这样 有吗 我觉得还好 你会不会太刻意啊 比较细长的话呢就是比较临危不乱 例如说有时候可能今天一个GPS可能在导航在用的时候可能突然没有收讯 然后可能坐到你旁边的人呢可能是属于比较慌张型的 他可能就说怎么办没有收讯呢我们到底要左转还是右转 他就说没关系我们先右转 那右转如果走错路的话 他也不会太紧张说我走错路了 那我可能要赶快如何如何有些人他比较不会处理这种危机的人他就会很紧张 像这样的人呢他可能遇到突发事情的时候他就想要没关系我先接受这个障碍 我先看看这个状况怎么样再说 所以像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他是属于脑袋思路都非常清晰的人 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会显得比较安全感一点点 所以像这种眼睛比较细长型的话呢都是属于这种临危不乱形的 如果说你的身边的朋友呢有这四款手面相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跟他在一起呢做事情都还蛮有安全感的